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大家也很早 可以给我们一起来看 马铃铛第十五章第六节 既然这样,有车,不再是两个人 但是一体了 所以相对配合的人不能奔馈 在小孩生中的过程 在小孩生大的就是背部感情不好 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小孩 就先去爱 小孩的老婆就是去爱 小孩的老婆 不然说,反正刚才老婆就是 脑脑脑脑 不如分开 其实,对小孩来说是 很大的障害 当父子在一起,甚至分开 小孩会被别人的雙边聚 其实小孩是需要被保护的 她没有需要被要求你雙边聚 北部和睦 对于小孩的安全感非常重要的来源 在北部和睦的家庭里面 上上看到孩子就需要扶起着任 来照顾这些无声色的桌子 孩子出门的时候就需要留医疗在桌上 妈妈你还记得吃早餐哦 这个妈妈看得很感动 你看我的孩子如何好 其实现在你没想到 我们可以专门要求一个孩子 烦恼到父母到底有吃早餐 因为这是老母的主母可怜的心理 他用到自己的健康 在那个地方对孩子做情绪勒索 让孩子的生活非常坚持 清楚各种基调是一种牛脚的关系 应该是老母照顾小孩 不是让孩子来照顾老母 老母可以认为孩子 但是不是出于主书的独起 对老母的误会 为孩子在那个地方 你说到父亲中间无欢喜的事 你的孩子没适合你 来将他当作是这个顺务的对象 他没办法背负到大人中间 複雜的问题 因为他自己本身还没有生性 不管其他孩子来满足到我们的政策 那就是政策上面的无安全 该就需要 所以现在兄弟姊妹 有这个不再是两人 哪是一体 所以我们就确实 才要怎么在彼此的中间 让我们做会享受 那个婚姻里面的地位吧 我们来记得 今天兄弟我 困求你 给我们的记得 你的威力 并且逼出体制 让我们你 好想要试 并且你做会 三天的中间 来做会 当心奔跑天楼 我们主的灵 让我们最北部的 好好来生产 并且 要你困求你 希望思考我们的婚姻 感谢你 向亚苏基督圣明 基督 阿们 真是你姊妹 愿上帝是我们 祝你 加你的一家